理想1的全新换代车型,也就是理想的L8终于是上市了 你们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这台车已经出价格了 我们提前替你们感受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就回答网友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理想L9和理想L8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都知道,理想L9它的定位呢,是全尺寸的一个大型的SUV 理想L8呢,定位是中大型SUV 相同的地方呢,它们都是一个六座的布局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L8其实就是一个更小号的理想L9 因为它们的外观设计完全是有99%的一个相似度 那一个不同的点在哪呢,也就是你从外观最直接分辨L9和L8区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它们尾部的一个牌照框架 L9的牌照框架呢,在上面,而L8的牌照框架呢,在下面 L9和L8的关系呢,就像是iPhone14 Pro Max和iPhone14 Pro 它们在硬件基本上做到了一个持平 比如说相同的一个增程系统 还有L8呢,全系也标配了空气悬挂的摩坦底盘系统 还有大家可以看到21英寸的轮毂在L8车型上也是一个标配 包括走到后面 外观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电锡门在L8车型上也是有的 还有呢,我给大家交代一下L8的整个车身尺寸的情况 L8的车长呢,是5080毫米 轴距呢,是做到了3005毫米 那这个数据呢,和理想One是有一定小幅度的提高的 标标准准的中大型SUV身材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理想的L8一共有Max和Pro版本两个车型 那这两个车型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这一点呢,我们上车去说 好了,我们坐进车厢内呢 其实你们也可以看到就是L9和L8他们的内饰设计 也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有一个不同的点在哪呢 就是这两块屏幕,他们的材质不同 L8呢,是采用了一个LCD的屏幕材质 而L9呢,采用一个更高级的OLED一个屏幕的材质 所以呢,在屏幕上的观感上 这两台车型是有区别的 L8Max车型呢,是除了这两块屏幕之外 后排还有一个上方的娱乐屏呢 而且在硬件方面,它是有激光雷达 以及两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的 而L8的Pro车型呢,则是采用了一颗地平线 征程5的芯片 那在硬件方面呢,L8Pro车型是没有激光雷达 而且只有一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那在辅助驾驶的功能方面呢 L8Pro车型呢,是能够实现最高级别高速NOA的一个导航辅助 那未来呢,L8的Max车型它是能够实现一个全场景的驾驶辅助 比如说点对点的自动泊车以及城市的导航辅助功能 这些车型呢,在未来的L8Max车型以及L9车型上呢,都能够实现 那可以说这两个车型的区别呢 就是L8Max呢,会更加的极客一点 适合更极致的玩家 那至于其他的一些配置呢 L8的车型呢,几乎是全系标配了 比如说13英寸的HUD显示 还有封印盘上的这个小尺寸的屏幕 那座椅呢,前排和后排是标配了座椅的通风加热与按摩 那第三排座椅呢,L8是标配了一个座椅的加热 下面呢,我们就去第二排看一下整个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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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L9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感觉 那我觉得L8呢,其实换而言之 就是一个尺寸更小的理想L9 它在很多硬件方面基本上是做到了持平 那这个车它的价格也更加轻敏点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我更加倾向选择L8 因为中大型SUV这样的一个尺寸是非常适合家用的 理想L9那台车呢,日常开始稍微有一点大了 那这个车的价格也已经出来了 那介于现在这个舆论的压力啊 我就不做任何的推荐了 所以呢把压力给到你们 如果给你们同样的价格 你们会选择它呢 还是其他车型呢 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